艺术是和内心沟通的媒介 国立清华大学认知与心智科学中心 将开设一系列推广教育 不仅针对一般大众 也有亲子课程 中心主任杨范贝表示 艺术治疗结合艺术、心理与医疗 相较坊间强谈谈话技巧的资商模式 更能够有效抒压、化解内心问题 心情的发疏可以是比如说在生病的时候 让它能够减轻它的痛苦 也可以是发疏它对于周遭的人 比如说家人或是照顾他的人心理的感受 另外一种 艺术治疗的功用就是说 用于亲子间的沟通 还有家人伴侣之间的沟通 所以其实艺术治疗在目前在医疗界 其实最广泛的是用在安宁病房 那其实有时候也会用在老人的失智中心 因为老人失智之后呢 对于言语、对于说话这方面的表达不太好 但是对于一些艺术颜色方面的表达 其实可以刺激他们的视觉神经 所以其实艺术治疗它的治疗效果 还有对于各种方面有些缺陷的人 其实是非常适合的一种治疗方法 另外透过对大脑运作与艺术创作的理解 也能提升亲子效能 增进亲子沟通 让父母亲跟孩子在互动中 就是建立一个很好的沟通的方式 因为其实假如父母亲跟孩子在家里 叫孩子拿出一张画笔 叫他画 其实孩子是觉得压力很大的 但是在我们的课堂里面我们会有老师带领 教导父母怎么样跟孩子很自然而然的 把就是画画变成是一种沟通的方式 那而且呢就某程度来讲 我们是在教父母亲怎么样用图画去解读孩子的心理 也就是说爸妈上完课之后会学到读心术 孩子很习惯自然而然的在父母亲前面 能够用图画来表达自己的一些想法 那我们其实知道现在在学校里面 各种的状况很多 包括学校里的霸凌 甚至说学校孩子对同学或是老师有些不满 很多时候孩子回家不会告诉父母亲 那事实上如果我们能够安排这样的一个管道 孩子说不定可以用画的 跟父母亲表达 这样子其实会比写日记或是用写的 还来得让孩子感觉舒服一些 从语言学 心理资商到神经科学 生意工程 杨范辈的求学经历是不断的跨领域 我觉得就是学术卓越的同时 如果能够对人群有一些的帮助 我认为我这样我的人生会觉得我活得更开心 那所以我觉得这一方面是我自己觉得活得更快乐的一件事情 那另一方面就是品味 那我觉得我很幸运的就是说 因为我们做艺术治疗 心理治疗这方面 我们要让人看到很多人生的美好 我觉得这一些凡事能够跟别人分享 让别人心情为之改变 让别人能够感觉到 我周围有人关心我 那我的周围可以因为我去注意到这些美好的事情 而让我觉得今天生活过得还不错 那我就觉得其实这是一个很好的事情了 另外为培育师资 认知与心智科学中心也规划相关学程 有人想要在职进修 已经是资商辅导老师或是家长 甚至只是一般的人 那都可以来学习 这是增加我们清大对社会的服务 所以我们的第一阶段是先服务社会 那接下来我们其实也希望把这一个推广教育课程 当时机成熟之后 我们慢慢把它变成一个心理资商 艺术治疗学位学程 那这样的话呢 我们可以让有志继续进修的人呢 取得硕士学位 并且参加国家的考试 那此外我们也有积极地跟医疗院所合作 我们也希望医疗院所能够透过我们这样的 不论是课程还有我们的安排实习 让来我们这边实习的学生 都能够有机会跨入医疗界 同时我们也能够分担医疗界的一些负担 杨范辈表示 清华的学生逻辑训练很强 若能透过跨领域学习 以及个案陪伴的亲身体验 更能了解人性 利用所学解决社会问题 休息艺术治疗是从治疗做起 从自我探索开始 自助然后助人 秘书处采访报道